我现在听很多姑娘说 男朋友喜欢在网上和陌生的姑娘聊天 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会好 现在从你身上发现 年纪大了也不会好 她对于你在爱情上面 是没有责任感的 她对于你在亲人上面 也是没有责任感的 其实说来说去就 你的孩子其实对她来说是外人嘛 我经常活得说 我说爱无其无嘛 对啊 那么我想对两位说 就是年轻时候 如果你们没有将就的话 老了之后其实更不应该将就 刚才张女士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她说我那么漂亮 对啊 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 就会认为 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将就 我年纪大了我就随便凑合就完了 不会啊 我还是那么独立 我还是经济上面没有问题 我还可以出去玩 我还是那么漂亮 既然那么漂亮就不要将就 找一个对双方是有责任感的人 我觉得未来的日子才会更开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琦老师 你说她像苏大强 其实苏大强的三个特质她都有 自私 嗯 我应该因为阿异窝 我应该是怎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